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四川铲翠屯的做法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选有效的和豚 豚筛儿处理好了以后 结果要腌制 第一步 腦筒的面加白酒 白酒最好用四川浓香型白酒 52度以上 这样它的香味在涂出 把它调匀 调匀以后随着这边的豚 它从中间给它破开 你看 这鱼腰子也给它取下来 鱼腰腰腰腌里得可洗了 紧接着 我们就把这个老汁和白酒水给它抹上去 两面都给它抹 抹好了以后 紧接着就是说我们这个调料夹下去 这个配方我们加到四瓶的末尾 做这个的时候温度一定要低 平均温度在10度以下 就是白条晚上的平均温度 才不容易坏 紧接着就放进去 腌好以后一锅锅满蒸汁 放到里头腌制五个小时 砍个盖子 来 时间到了 下头我们要把它拆起了 首先第一步你要准备点麻糬 这个位置来打个结 这个结留来抓 留来等会儿好拿来挂 然后你看把每只鱼腿 我们都给它抖一下 因为它有多余的佐料 拆的目的是什么 拆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佐料 给它拆到肚子里去 它就不能跑 来 给它拆紧 拆的时候要带点泥 因为主要目的是把调料 给它拆到里头 因为这个干的过程中 它还要收缩 你如果不拆紧的话 就没得着用 这个肚子上这个位置 是左右给它收起 一支堆 拆到尾巴上这个位置 孙子就可以搅了 手alu 打个疊分 此后我们再把它放到盆子里头 第二个 这个拆好以后我们还要腌制四十八小时 中间还把它翻一次 然后再拿出来晾晒 现在把它闷到里头 腌制 腌了三天以后 我们把这个团要挂出来了 风干四天 来 最后一个 接下来就把美味交给时间了 到得了 四五天了 这个团全部都干了 马上去一个去煮起三个味道 鱼 鱼 鱼拿下来之后 笋笋把它改了 然后我们把鱼从中间开开 哇 你看 你看它中间 已经完全受盖了 这个时候我们加了温暑油把它洗一下 温水洗净 把表面比已经在外头挂了那么多天 你不用把表面的海角洗干净 你不用把表面的海角洗干净 其实就是给它下灰尘 来 加清水 冷水下锅 煮四十分钟 快火 三十分煮好了 捞出来 趁热切一块 这个晾冷了之后 所以我们就来切块 鱼切肉串 十几次分鲜 嗯 大吃呗